112年全国运动会10月21号将在台南开幕 上届全运会高雄市夺得了45面金牌 今年奖牌数还渴望再增加 授旗典礼上市长陈其迈将象征荣耀的士奇授予代表队 勤勉选手们全力以赴在场夹击 112年全国运动会即将登场 出发之前高中市长陈其迈大力挥舞士奇 交给总领队运发局长侯尊瑶 期许全体代表队竞赛场上能够过关斩将再创夹击 110年的成绩 我们跟台中市的金牌都是45面 然后我们赢牌输台中很多 所以台中市是第三名 我们是第四名 所以这个目标就很明显 我们今年努力目标就先把台中市打败 我们提升到第三名以外 这个我想在座教练选手都会很清楚 会做选手最佳的后盾 一步一步的在往上爬 那刚刚李市长有特别提到 上一届全会我们是45面的金牌 这一次看能不能达到55面金牌 这样应该几近千方面应该有很大的一个机会 上届全运会高是一共拿下45面金牌 而这一次的全运会赛前高是已经夺下了三金三银两铜的成绩 今年渴望赢得55面几近前三名 陈其麦勤勉选手全力以赴 市府也会持续扩建运动中心 致力推广国民体育 这一次的全国运动会的代表的授旗是我们也希望说 选手们能够这个为我们高雄市来争取胜利 那我想我们这几年也包括14的运动中心持续的扩建 希望说能够培养更多的这个运动的人口来促进国民的健康 另外为了提升选手培训及照顾 今年也导入了正修科大组成的运动科学团队 透过运动科学数据分析 提供选手教练训练建议及营养处方 并且持续跟高雄医学大学及小港医院 共同执行运动医学服务 协助代表队保持最佳状态